長江52號 現在帶你來直擊新北的遊覽車停車場 為什麼要來到這裡呢 因為傳出全台將近有2000輛的遊覽車呢 整個處於滯銷的狀態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現在就帶你來現場問問現場司機大哥 大哥你好 請問一下 聽說那個遊覽車大家都很多都停在這邊 都沒有拿去賣是不是 要賣的很多啦 很多車子要賣 因為現在的政府 把我們的遊覽車 都打到谷底 包括路團沒有來 包括我們這個五年的機制 那我們就一些車子就不要做了 要賣 現在要賣 也沒有地方可以買 OK 我們現在可以聽到 就吳大哥非常無奈的表示 不管是一粒修還是路客來團縮減 整個遊覽車目前的狀況 是已經被政府的政策打到谷底了 但究竟現場有多少遊覽車停在這裡呢 走吧 我帶你們去看吧 我們現在就有許常務理事呢 帶我們來去現場看一看 像那邊 右手邊這邊看過去 桃紅社的十幾步 那個原本都是在跑路團的 那現在也 因為沒有路團 就整個是停擺在那邊了 所以他們現在連司機可能 也有部分資錢 那部分呢 就是可能零零閃閃的接一些交通車啊 國里克這樣 就這樣 大概是這樣 所以是不是上面好像還有更多啊 對 上面還有更多 OK 上面還有連牌照都拆掉了 好 我們現在就來去看看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停車場上頭 比較頂峰的位置 我們看到像這樣的一個遊覽車 是處於一個外觀比較乾淨完整的一個狀態 但是走到下一台你會發現非常的奇怪 包括它整個前面的玻璃在內 就是一個烏漆麻黑 更特別的是呢 它就連牌照的部分呢 都已經拔除了 但是呢 這樣的車輛 其實在這邊呢 不只是一輛 甚至是相當多十幾台 都是處於這樣的狀況 究竟是為什麼混 像這個車呢 會沒有車牌呢 總共有十來部 那當然就是因為沒有路客團 團沒有得跑的時候 我們業者為了省成本嘛 所以他把牌照 繳回監理所 省一個燃料稅牌照稅 一年大概可以省十來萬 那像這個車呢 它本身呢 就是2009的車 這個車才八年車 但是呢 在市場上 它已經變成 氛圍變成說 它是不安全的車 而且又是政府 又不出來幫我們撇清 像這種車是高檔車 它新車的時候 將近八百萬 到了現在 正常市場的行情價 大概還有四百萬 但是現在呢 已經折舊到 你拋售一百八十萬 也沒人要了 所以這是一個 蠻嚴重的問題 也希望政府能重視這個問題 好 我們可以聽到呢 這個常務理事呢 相當的無奈 並且呢 由於在當前 路客將近縮減八成的狀況下呢 遊覽車設計不只是呢 想跑車也沒辦法跑 根本也載不到客人 就連車子要賣 也賣不掉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處境 這樣的一個窘境呢 究竟蔡政府聽到了嗎 不停 在這兒 上 是 有